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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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收看福利之路 我是福利老师 在解盘之前 我先跟各位问一下 你有没有感觉 今天大盘 好像大涨了300点 如果没有 那我想你用的方法 你挑股票 可能会有问题 待会我给各位再讲 我们先看大盘 为什么今天好像感觉大涨300点 那真的有涨300吗 没有啊 今天涨了79点而已 盘中最高 上涨快100点 为什么我问你 为什么有没有感觉大涨300点 我这样讲 最近我有请各位 因为我有成立一个官方的liot 我有请各位 来加入我的官方liot 帮我昨天送的标股礼包 标股礼包里面不是几十档 没有啊 比十档还少 里面有三档股票 今天涨停板 当然都是我们会员的持股 那这么棒的行情 各位你想想看 很多人还拘泥在整个大盘 在这边上下震荡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笑 还有人恐吓你喔 说接下来就要一路崩跌下去 选后往下崩 我说这些人都不是数字说话 对不对 服务老师永远站在数字大的那一边 永远站在几率高的那一边 所以我之前才会跟你讲 来选前万七不要急 选后万八更会发 你有没有好好把我这两句话记起来 不要急 为什么不要急 数字说话嘛 对不对 前七次总统大选 台湾之前有七次喔 从1996年喔 到了2020年 总共七次 我们把它平均一下 数字说话 选前20个交易日 平均上涨了0.18 因为不确定性 大家都在等 大家都在怕 好 重点在于 选后20个交易日 平均竟然高达8.1% 当然这是平均数字喔 不是说接下来就会这样子走 但是有没有觉得相当的巧合 巧合是什么 我们今年喔 现在今天是1月11号 两天后1月13号就要选举 20个交易日前 我们来估一下大约就算是一个月啦 20个交易日前一个月 你看12月13号收盘假日 17468点 跟现在真的是差不多啊 你会觉得是不是 数字会说话 大家现在怕东西 以前的人也在怕 20多年来 每个人在选前都跟你讲 谁谁谁执政接下来会怎么样 谁谁谁执政接下来可能又什么 两岸冲突还是国际贸易上面有什么争端 好我就说用数字说话 而且我一直讲喔 大盘我们就已经差不多这样看完了 对不对 你看喔 接下来20个交易日后 接下来就是农历年新春开红盘 大约也是一个月后 一个月后各位你想想看 你不趁在这个时候好好的布局 难道你接下来选后年后再去追高吗 对不对 所以嘛选后万八更会发 不要急 况且各位况且喔 现在行情你觉得不好操作吗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 对不对 来 我这样讲啊 昨天喔 我有给我的家族朋友们 我有送礼包 对不对 我们一档一档来看 而且当然很多股票 其实我在节目当中也有分享过 分析过 而且我也有带我的会员朋友们 进场做买进 富里老师一直讲 有买有卖才是真实战 对不对 你有没有真的去买 好我们先来看这一个 为什么说大涨300 感觉300点 因为真的我们今天手上的股票 真的太飙了 所以先来看一下 这是昨天喔 1月10号礼拜三 那这骗不了人喔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在我的家族里面 那这个我发出去的一个讯息喔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好 标股大礼包 昨天第一个跟你讲什么 文业 3036文业 今天 那就是昨天的时候 大涨超过半支停板 前几天就已经讲过 相信你看我节目喔 最近一直不断跟你讲文业的 就只下我了 对不对 好目前布林载口的整理 已经快压不住了 各位结果今天呢 布林载口真的是压不住了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喔 今天涨停板 昨天你来领礼包 今天其实开盘也没有大涨很多 结果呢你看如果你在开盘就做买进 今天直接是一支涨停板 对不对 布林载口压不住喔 我们来看一下 来 昨天在这边 布林载口在这边 后来呢 开始今天开始往上做突破的动作 当然啦 文业这档股票 相信你看我节目那么久了 这个傅老师跟他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渊源 对不对 我们不是喔 昨天随便叫一叫 其实这段期间我都有跟你分析过 对不对 跟你讲过说这一档文业 我们之前迟迟曾经就是做 是我的一个代表作 去年最后一季的时候 我跟你讲说文业 我们公开操作 那时候你也看到我们大赚30% 为什么那时候说大赚30% 有没有证据 当然有啊 我们先看一下之前喔 你就来看 为什么我就跟你讲 布林转波段 我认为是最棒 来之前在去年的时候 我在这边 对10月31号 来这边做买进的动作 买完之后 后来一路的往上冲 我在节目也有讲喔 117.5 一路到卖掉在这一天 153元 我在节目上公开跟各位讲 我们先做完这一段 先卖出了对不对 11月8号 各位 节目在YouTube都还有 你可以继续看 旧旅程的结束 新旅程的展开 就光这一段 各位你去注意喔 就光这一段 对不对 从这边买进 这边就大赚了30% 好 当时文业很红啦 很多人喔 在这时候 在这个高点 叫你不断的去追进 对不对 在这边去买 但副理老师公开在节目上 在这一天喔 几乎卖在最高点喔 在节目上跟你讲说 我们卖掉了 好 后来果然杀下来 杀下来 杀下来最主要原因是喔 因为他大股东大连大 所以要把文业的持股 处分掉 后来就跌下啦 跌下来之后呢 没有人要 好 副理老师在这边 开始做窄口整理的时候 开始在节目上跟你讲 对不对 我说大连大卖掉 没有关系 对不对 我这其实都有讲 好 重点在于你叫我light 在1月5号的时候 注意喔 你看在1月5号的时候 继续喔 今天赠送的时候 又是跟你讲文业 对不对 我不是今天掌上来才讲啦 1月5号跟昨天 对不对 都有讲 诟病副仓电子利多 将有可能在今年第二季实现 目前已经通过中国大陆的审核 之前公开操作 赚30% 你也看到 好 我有讲到重点喔 因为目前文业增值价在95元 多头市场要增值破发 是很困难的 对不对 各位从这边窄口到这95块 不到10% 大概只有10%左右 那这往下空间 是很有限的 那诟病的利多 接下来实现之后 很多人EPS估得很夸张 我在今天就不分享 你可以自己去查 真的成功了之后 往上想象的空间很大 但是且你注意喔 我们是什么 技术面做操作 对不对 富豫老师一直讲 我们是那种布林短波段做操作 操作平均周期 约10个交易日 待进一定待出 待进一定待出 我最讨厌就是把股票 爆上去又爆下来 又死爆活爆 我们赚完这一段 你知道很多分析是怎样 抱完继续套牢在这边 然后这边震 然后也不处理 有没有 你跟着老师是不是这样 我相信文业之前那么热门 现在手上还有文业的投资朋友 很多的人 对不对 结果你看 富豫老师的操作是什么 从这边买进 这边赚一段 下来我们可不可以 再做买进的动作 我说嘛 我们那时候已经先做一趟卖出了 拉回来 有没有机会 可以再做买进 来我们来看喔 12月18号的时候 来注意 112元文业在这时候 112我们试驾做买进的动作 是不是 我在节目也跟你讲 当时我说杀小 你可以回去看我12月1月的节目 当时在这边我就跟你讲 我认为就有机会在第二段 我说我准备再赚第二段 有没有 在这边 好 那今天你看到掌停板 对不对 冲出去 而且你看1月5号 你加入我家族朋友 我送你文业 来帮我照这边 我送你1月5号喔 上礼拜五的时候 你都还来得及布局 对不对 虽然你可能会比我的 会员朋友们慢一步 那也是没办法 对不对 毕竟我是先雇会员的嘛 来到这边之后 1月5号 来在这边 1月5号在这边喔 你都还有布局的空间 到今天你也是可以 大赚超过一支掌停板 是不是 全部大家都赚啊 这种感觉是最爽最快乐的 恭喜全部大赚 包括你在昨天 来跟我领这个标股礼包 3036文页 全部恭喜 全部大赚 这是富裕老师的实力啊 对不对 我说你还在管指数 指数啊 我也不觉得很重要啊 标股赚起来比较爽 比较重要吧 各位如果 我这样讲 你还在拘泥在说 在选完 你才进场做布局 我真的觉得这个速度真的太慢了 当然你想要跟着我们 一起这样操作的 你可以先把你右下角的 QR Code先扫进去 跟着我们家族朋友 一起大赚 选钱的 我觉得选钱就已经开始标股 一档一档标不停了 就从这时候开始赚 赚标股礼包 一档接一档 我说昨天你来领我的家族朋友 真的非常非常的幸福 幸运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今天真的是一档大涨300点 来再来看看 6451讯息 欢迎领取今天的标股大礼包 这是昨天 讯息 这时间都骗不了人 因为我都放在上面 来自从1月8日 一买突破之后 好 6451讯息 来 注意看 今天一样 今天开盘也小开高而已 你昨天看到的 你今天 就算你开盘经常买的 今天也是现买 就涨停版 对不对 涨停175元 好 敷衍老师随便跟你推荐吗 1月8号 我们来看一下 对不对 1月8号的时候 讯息在哪 在这边 突破不灵 开始往上走 有没有 很多人觉得方法很简单 简单的方法真的有用吗 我找到标股 问题是你有赚到吗 对不对 方法很简单 但是我一直讲 很多主流股 其实 我们早就把它的基本面 题材面 早就已经先知道了 我们都是从这几档主流股 在不断的来回做操作 价差操作 主流股 对不对 你先把主流股先挑出来 再从这些标的中 用最好的方法 对 不灵短波段 不断来回价差操作 这样子才能真的赚到钱 才能获利放口袋 而不是报上报下 我知道很多的分析师 永远只跟你讲基本面 然后题材面的事情 但是他技术面 要如何的做操作 他却不知道 对不对 我这样讲 讯息好股票 今天大家都说好 好 那这一段好不好 再上 再下来 你撑得住吗 我先问各位 你想想看这个问题 你撑得住 技术面上的折磨吗 再好的公司 叫你这样好好的报三个月 你报得住吗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强调 我们为什么要 一买突破 二买拉回 三卖关键 对不对 福利老师为什么要那么辛苦 我们平均操作交易日 大约就十个交易日 我也可以很轻松啊 方文抠讯不管 但是问题就不是嘛 对不对 好 这是昨天你看到 我们第二支涨停板的股票 好 来接下来你看 再来 福利老师不是报几十档 你昨天拿的你自己都知道 8227具有 1月9号的时候 一买突破 各位注意一下 827具有 一样 1月9号 福利老师带会员进场 就买在这边 你昨天看到是在这边 稍微慢一点 但是没关系 对不对 会员朋友们要先顾 那当然你昨天进来的 你也不会被亏待啊 早盘还有稍微开低哦 直接再度一支涨停板 三支 是不是感觉各位 体感的感觉 是不是好像 大赚了300点 有没有 今天并没有涨300 但是你只要能挑到主流股 你用最好的布林短波段 这样子去做操作 对不对 你看我一路以来 是不是一直跟你这样讲 突破布林 开始往上走 很简单啊 很多人好像大家都会啊 为什么就是做不到 当然选股的标的 也是有诀窍的 选股挑到主流股 再加上你还要判断 当然筹码还有盘中他的一些买卖盘的变化 这都由服务老师来亲自的来帮你看 我知道大家盘中很忙 那这些事情就由我来帮各位看 对不对 这很多细节啦 这样呢我一直讲啊 你看哦 三档 这昨天你理你把我都看得到 但我也不是跟你讲说 我不是一个报名牌的分析师 我这样讲 我认为哦 其实对一般的投资朋友来讲 名牌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能够赚钱的操作方法 操作模式 对不对 短波段才是真正的王道 这也是我认为的 而现在各位很多人在选钱 都已经放弃看盘了 因为选举后他们会讲说 又要过年了 选钱 年前很多人放进去看盘 但这时候反正你是最好布局的时间点 很多农年接下来的主流股 夫妻老师讲 你一定要先挑选主流股 但是我们操作主流股 不是报上报下 不是死报活报 不是给它报几个月 甚至一年 重点是我们就在最好赚的这一段 好好的跟我一起赚 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您掌握投资成功的方向 实现财富自由的梦想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陈东同步杨老师 鼎持成功三要义 简易戒律高效率 独创短破断获利法 带您买在起张点 卖在转折点 让您掌握投资成功的方向 实现财富自由的梦想 富裕专线 027525868 27525868 欢迎回到现场 各位你看看 昨天你加入我的LIOT 官方家族的朋友 就是今天三档 具有掌停板 信心掌停板 文业掌停板 这都是事实 因为骗不了人 我都放在LIOT上面 你看文业 来注意把我看一下这边 文业 具有 讯心 对 好 你也看到用同样的方法 但我一直讲 我不是喜欢报名牌 因为操作的方法最重要 我也不是说报完之后 你每天明天就开始就要掌停板 不是这样 你看像我们布局 文业 这边有一段期间 那我非常自豪是什么 因为我也证明给你看 我们转完这一段之后 在这边回来再布局 再转另一段 这才是我要表达给各位的 对不对 不是你看到标股名牌 常常掌停板 然后又跌停板 抱上去你又抱起来 并不是 对不对 这才是我要一直不断跟各位讲 这才是我的重点 名牌并不是 重点是布林短波段 短波段才是王道 操作平均周期 就是约10个交易日 各位记得不是10个月 待进一定要待出 对不对 待进一定要出 记得一定要出 如果你的老师 不懂得怎么出 各位你最好把它淘汰掉 就这样选举 选嫌与人 不识认的淘汰掉 就是如此 对不对 你要找真的能够实战做操作的 只会抱上抱下 只会跟你讲无止境的题材 无止境的基本面 永远没有卖 那有什么用 各位你看 我们从这边第一段 117.5 刚才我也给你看 到这边153卖掉 回来各位 我那时候不是说 跌破了117.5 我又发现机会 我们在112再做买进 今天又赚停板 不断来回做操作 同样的 我很多之前涨上来的股票 我给你讲 涨多了 急于涨短线超过20%的 我们一定会要先卖一趟 对不对 宏基 突破布林 开始往上走 涨那么多了 当然副理老师 不一定每一档 都能卖在最高点 文业卖得很漂亮 宏基是没有 但是也相差不会很远 大约10%左右 好 你在这边没有卖掉 各位你要注意 我们这卖49.7% 后来上来之后 回来 各位光这个回来 我相信很多现在手上 有宏基的朋友们 各位压力就很大了 对不对 光从这边往这边压回 就超过10%了 如果你没有用对的方法 你很多股票你死报活报 接下来你怎么办 什么样的方法才是对你最棒的 来看一下 1月5号的时候 3035字圆 381.5是叫做买进的动作 为什么要买 各位为什么 字圆之前大家都说很难操作 为什么 因为横盘这一段期间 真的有够折磨人的 对不对 那你会想再玩这一段的字圆吗 并不会 我再把图放远一点 你希望玩这一段的字圆 还是这一段的字圆 当然是这一段的吧 那为什么要玩这一段 因为它很飙啊 为什么会飙 口诀跟着我念一下 突破不灵往上走 对不对 对嘛 你也知道对 好 那现在呢 从这时候我已经跟你讲 整个趋势做改变 拉回来整理 来 1月5号 在这边哦 压回来两天 稍微让月线往上带 带了之后 是不是真的 开始做突破的动作 带量往上突破不灵 方法是不是就是如此 先看到它突破的迹象 那为什么要挑字圆 哪哪哪哪 因为字圆都在我自选股里面 我一定从主流股 有价有量的股票 我每天都在盯盘 看到有机会的时候 自然就会去做买借的动作 我又不是其他的人 对不对 散弹打鸟 或者看到涨停板 跟你讲说现在去追 当然我不是说 追涨停板有错 但是问题在于 如果它是刚突破不灵往上走的 我们当然要勇敢的追进 但是如果已经短线急涨 超过20%的很多股票 近期你有没有看到 你的分析师也不敢再分析了 但是为什么富裕老师 我可以敢做预告 并且让我的家族朋友们 去做买进的动作 对 会员朋友们买进 家族朋友们跟他分享 所以昨天我们送出去的礼包 各位今天你也看到 非常的可怕吧 如果你想要一起 跟我们会员朋友 跟我们一起 家族朋友们一起这样大转 各位至少你先看一下 律取588 这是我官方的Light at帐号 律取富裕588 这边有个按键 领取最新标股礼包 你按下去之后 就我每天对盘式 或是都对一些操作方法 或是对一些股票的看法 我不是喜欢报名牌 叫大家领取标股礼包 最重要是 怎么样跟着我复制 能够操作标股的方式 这才是各位所需要的 而且尤其重点在什么 重点在于 现在在选前大家都在怕 而且我也保证 选后之后就跟你讲快过年了 这时候反而是你最好 静下心来布局的时候 很多人这时候退出股市 接下来他们必须在选后去追高 我也提醒各位 目前好布局 所以有很多股票刚突破布林 跟着我们一起做买借的动作 我会用最棒的方法 带着你在金融年操作最强标股 跟着我一起操作 我们明天见 接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